好來關注台股 最終下跌49點 如果電子成交占比是持續的低迷 那麼分析師就認為了 未來恐怕會影響全產的資金行情 電子股的這個 剛才小畢也提到了 電子類股的這個成交比重 占整個大分成交比重 還不到40% 剛才小畢有問過我 在私下有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電子類股的成交比重這麼低的 我講句實在話 我想不出來 我想不出來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老年失智了 還是太久沒有看過了 很少真的非常少看到 就是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竟然還不到40%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這個大盤 因為我們知道傳統產業股 它的任務在哪裡 它的任務在維繫人氣 它是人氣的象徵 那麼可是 你指數的真正的漲別 是要看誰還是要看電子股 那所以這就表示怎麼樣 這表示現代的市場 是有人氣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的指數 如果說一直沒有辦法上去的話 反而一直被電子股拖累 往下走的話 就要小心人氣有崩潰的時候 這一點就非常重要 那我們簡單的講 就是說 明天後天這兩天 其實對於電子股來講的話 它有必須要 我們不但說起子回征 至少你要有止跌 然後成交量要放大的 一個這種情況出現 那麼因為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告訴我們就是說 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要佔到多少 它才能重新回到這個主流行列 它就是 它的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必須至少 至少要佔整個大盤成交比重 65% 這個是最低要求 而如果要帶動整個大盤 開始往上漲的話 就是電子類股要開始往上漲 然後帶動大盤往上漲的話 那它的成交比重必須要達到7成 這個是供給量的最低要求 所以很簡單 現在差了多少 現在幾乎差了一倍 一半的這個距離 那所以 我是 我是認為說了 你的電子 電子股資金要把它趕快的 轉換過來 在短期間之內 可能不太容易做得到 所以在短線上來講 我覺得我會比較建議投資朋友 就是說 這個加權指數 上漲的空間 可能比較有限